天父早 天父早 我们今天来到神土 每一次我们来朝见神 不是我们在看神在做什么 要听他跟我说什么 其实在同一个处境里面 神也看到你 神也知道在你内心里面 你正在想些什么 就好像以赛亚来到圣殿 忽然之间 整个殿在震动的时候 他见到以色列的大军耶和华 高高坐在宝座上 但不单止他见到神 坐在宝座上 他不单是看见神坐在宝座上 神显露出以色亚里面的心意 神已经露出了以色亚里面的心意 显露出来一个是什么的心意呢 他显露了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意呢 原来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原来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他立刻有一个反应 他说神啊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他好自来观看神 他好像来观看神 但其实他的内心就被显露出来 其实他的内心就被显露出来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神是知道的 为什么他会忽然之间 感觉到自己嘴唇不洁呢 为什么他忽然觉得 他自己嘴唇不洁呢 这个完全肯定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我们一种的自我反思 或者是自我认识 就是圣灵那种忽然之间的触动 而是圣灵忽然之间的触动 以色亚看到一些 他不应该看见的东西 他不能够说 他本来说不出的说话 他看到自己的生命 原来是闭塞的 他看到原来他的生命是必塞的 他来朝见至圣的耶和华 他和我们一样 其实是一件很脆弱 还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事情 会发生的情景 是一个很脆弱 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 发生的情景 这个意思就是很warrantable 这个意思就是很 warrantable 就是 是不是脆弱 很脆弱 是的 我们与神来到相遇 我们与神相遇 不单只认识神 不单是认识神 神也显露我们是谁 也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是谁 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是谁 我们也是这样来读 每天的经文 不单只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明白这个经文 不单是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明白这个经文 忽然之间当我明白了这个经文的时候 忽然之间当我明白这个经文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落到我这里了 忽然之间我对自己有一种新的认识 突然之间我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 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认识 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认识 而这个神叫以色列的圣者 这个神就叫做以色列的圣者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神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神 是分别为圣的神 是分别为圣的神 在我们的思想意念之外的神 是在我们思想意念以外的神 是我们从来都想象不到的神 是我们从来想象不到猜不到的 我们好像认识他 但是其实从我们所认识的 我们才知道有很多我们不认识他 从我们认识的我们才知道 我们有很多是不认识的 每次读经其实我们都是这个过程 每一次读经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对这位以色列的圣者 比如我们好像今天的经文 本来就是一场亚述和菲利士人的战事 本来是一场亚述和菲利士人的战事 但是神从来没有评论这件战事 你有没有看到 经文没有说到 神看不看到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 神看不看得到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呢 他竟然没有评论这件事 他竟然没有评论这件事 神的心思意念 就是远超过我们 常理的想法 神的心思意念 真的超越我们常理的想法 他竟然叫以赛亚 他竟然叫以色列人说 你把衣服脱了去走 你要显露出以色列人 或者埃及古实人那种羞耻 你要显露以色列人 或者埃及古实人 他们的羞耻 你要显露出那些 这样来依靠埃及古实人的 那种羞耻 那种依靠世上的势力 人的势力那种羞耻 那种依靠世界 视力的这样的人的一个羞耻 神非常之间让以赛亚 用一个新的角度 去了解一个事情 神突然就让以色列人 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事情 神不是叫以赛亚 你坐在一个 你很安舒的街边的餐厅 喝杯东西 他不是叫以色列人 坐在一个很舒适的餐厅的脚边 来喝杯东西 然后我有感动来 你就去发放一个信息 神直接是要以赛亚 走入这个信息当中 神根本就是要 以赛亚走进这个信息当中 要他自己亲自经历 他所宣讲的 要他亲自去经历 要他很深刻来到 体会到神的心肠 很深刻的来体会神的心肠 也透过这件事情 也透过这个事情 显露出以色列 犹大 去投靠 阿什特 去投靠 埃及那种的无知和肤浅 也就是要显露以色列跟犹大 他们去投靠 埃及 或者投靠 这个亚什图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肤浅 把整件事情都给翻转了 不是要 评论这个战争 不是评论这个战争 而是要透过这个战争 而是要透过这个战争 要显露出人心态上面 那种不依靠神 而是要显露人心态里面那种不依靠神 如果你和我是以畅 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如果你跟我的话 是这个以色亚 你会这样做吗 脱衫在街上走 就把衣服脱了 然后在街上行走 从亚什图被打败的那一年 就是这样羞耻在街上行走 就这样子很羞耻地在街上行走 人家看了都会笑 譬如我跟你可以这样想 我跟你都可以这么想 那三年之后会怎么样呢 那我怎么做人呢 那我怎么面对江春父老呢 我怎么样去面对我的乡亲父老 这些全部以畅压都要压上他 这些都是以色亚他要压上去的 他完全不可知的 他完全不可预知 他只是做神的仆人 他只是做神的仆人 神在这段时间这样吩咐他 神在这段时间怎么样吩咐他 他就这样来做 他就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显露出人错误的心态 就是要显露人错误的心态 显露出人一直不知道 却是错误的心态 神就是要显露人 一直来他自己不知道的那种错误的心态 就在一个战事当中 就在一个战事当中 显露出人那种错误的意义 来显露了人心中错误的心态 好 我们来看几张的power point 我们来看几张的PPT 其实呢 十九二十三章的经文 十九二十三章的经文 十八十九二十三章的经文 其实都是讲埃及的 其实都是讲埃及的 第十八章是讲古实 十八章讲古实 然后呢 第二十章呢 二十章呢 是讲菲利士的 讲亚实特的 讲亚实图 有亚实图和古实的经文 从这个亚实图和古实的经文 包起了中间埃及的经文 就包住了中间埃及的经文 我们有时觉得 我们已经读了十八章十九章 你还记不记得讲什么呢 我们读了十八十九章的经文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说了什么呢 原来十八和二十章是头和尾 好像三文字那样夹住中间的埃及 原来十八跟二十章 好像那个三文字头跟尾 结住中间的埃及 我们已经看了十八章十九章了 我们已经看了十八跟二十章 十九章 我们今天看二十章 我们先来看二十章 我们揭开三文字的 另一边的面包皮 我们把这个三明字另一边的 那个面包呢 把它翻开 其实呢 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是这样的 就好像以西洁 这个走入河流的经验一样 就好像以西洁走进河流的经验 你走进河流当中 其实那些水不断在你两只脚中间来经过 其实那河流不断地从你的脚中间经过 我们知道以西洁所讲的就是圣灵的河流 我们知道呢 以西洁他所讲的就是圣灵的河流 他就是站在这个活水的河流当中 他就站在这个火水河流当中 那些水 神的恩典不断在他的脚下经过 神的恩典不断地从他的脚中流过 其实你是数不到有多少 其实你没有办法数有多少 你最重要就是知道你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但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19章20章了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19、20章 但你知道你今天仍然在读这个伊赛亚的经文 但你知道你今天仍然在读这个伊赛亚的经文 我们都是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 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 我们仍然都在这个恩典当中 我们仍然在这个恩典当中 而且是越走越深的 而且越走越深 有些你读了不记得 你翻转头再看你就会明白 其实几年前我们都读过伊赛亚书 其实几年前我们也读过伊赛亚书 没关系 好像很陌生 我们今次读又再熟悉多一点 我相信下次你再读的时候 你又会再认识多一点 总之我们今天在20章 关于埃及的经文 应该说是关于犹大 错误地仰望埃及的经文 应该说是犹大 错误地仰望埃及的经文 其实有没有一些 我们没读过的东西 是不是有一些是 我们没有读过的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 神和犹大说 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 神在对犹大说 你不要去依靠埃及 他看上来好像高大的芦苇 他看起来好像高大的芦苇 但是一折就断了 但是一折就断 你不要走过去抓住这些芦苇 你不要走过去抓住这些芦苇 在当这些国家危难里面 当这些国家在危难里面 它是和你一样的脆弱 它和你一样的脆弱 你不要看它冰多马多 你不要看它冰多马多 你不要看它声势好大 你不要看它声势好大 它要翻转大地 它要翻转大地 也包括它要翻转 你所依靠的埃及 也包括了 它要翻转你所依靠的埃及 它也要翻转你所依靠的 素尚依靠的势力 它也要翻转你素尚依靠的势力 它要翻转我们这种 对世界一种错误的观念 它要翻转我们对世界 那个错误的观念 它要我们回去 以赛亚书第六章 它要我们回到 以赛亚书第六章 只有耶和华是圣者 只有耶和华是圣者 只有耶和华是可靠的 任何地上的势力 任何地上的势力 都会被亚述来翻转 都会被亚述翻转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来看古实 我们来看古实 在犹大和古实中间 在犹大和古实中间 在耶路撒冷和古实中间 在耶路撒冷和古实中间 有很多外交的往来 有很多外交的往来 神说你不要依靠它 神说你不要依靠它 不要依靠古实人 不要依靠古实人 你不要看它的皮肤 粒粒令光到发黑 黑到发光 你不要看它的皮肤 真的黑到发光 以为它是勇武不可抵抗 你以为它是勇武的不可抵抗 其实它也是不堪一戚 其实它也是不堪一击 跟着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就是古实 这个就是古实 我们再下去 再下一章 古实那两条河 古实的那两条河 再下去 再下去 接着第十九章 就讲到埃及 当神临到埃及的时候 当神领到埃及的时候 所有的偶像都在神面前战经 所有的偶像都在神面前战经 首先是灵界的松动 首先是灵界的一个松动 然后埃及人的心就感觉到消化 埃及人的心就感觉到消化 神要来审判埃及 神要来审判埃及 好 我们下一章 再看下一章 我们提过埃及有五个城市 他们都会开始讲迦南话 我们也提过了 埃及有五个城市 他们都要开始说迦南话 他们会来归向神 他们会来归向神 下一章 下一章 神审判埃及 其实最后有一个目的 神审判埃及最后有一个目的 他们都要成为神的产业 成为神的百姓 就是他们都要成为神的产业 神的百姓 以色列 埃及和亚述 三国一律 使地上的人得福 首先埃及要被反转 以色列错误地依靠埃及的心态 要被反转 以色列错误地依靠埃及的心态 要被反转 亚述这个帝国要被反转 亚述这个帝国要被反转 他们三个国家都要来归向神 就是三个国家都要来归向神 当他们成为三国一律的时候 当他们成为三国一律的时候 地上的万民都蒙神的祝福 地上的万民都要蒙神祝福 我们下一章 看下一章 好了 就是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 现在来到今天的经文 以色列书第二十章 以色列书二十章 这个提到以色列书要赤脚行走三年 这个地方提到 以色列要赤脚行走三年 来到论古实和埃及的错误的仰望 来论古实和埃及错误的仰望 在经文里面 也有提到七百一十五年 就是亚哈斯王崩的那年 经文里面提到七百一十五年 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 正如在七三九年 正如七三二年 七三九年 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样子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亚哈斯王崩的那年 又进入一个新的年代 亚哈斯王崩的那年 又进入一个新的年代 这个新的年代 就是希西加作犹太王 这个年代就是希西加作犹大王 在七百一十五年到六百八十七年 在主前七一五到六八七年 希西加作犹大王 你看他作王只是两年 神就透过亚述王撒尔根 来供取亚述特 神就透过亚述王撒尔根 来供取亚述特 发生在七百一十三年 这发生在主前的七一三年 也有人说过可能是七百一十一年 也有人说可能是七百一十一年 好 就是在亚述打败亚述特的年间 就在亚述打败亚述特的年间 神就要以赛亚发放一个信息 神就叫以赛亚发放一个信息 不要错误地依靠古实 不要错误地依靠古实 如果你说是七百一十三年 如果你说是七百一十三年 亚述王终于来到了 亚述王终于来了 亚述王都换了了 亚述王也换人了 当以赛亚释放这个信息的时候 当以赛亚释放这个信息的时候 当时是撒尔根来做亚述王 十五年之后 亚述王就是西乃基纳 亚述王是西乃基利 他终于来到耶路撒冷围困希西加 他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围围希西加 神用了十三年或者十年的时间 来预备希西加 神用了十三或者十年的时间 来预备希西加 面对亚述的压力 面对亚述的压力 你是无能为力的 你是无能为力的 你不要倚靠埃及 你不要倚靠埃及 你不要倚靠古实 不要倚靠古实 而亚述王他终于是会来到的 亚述王他终于会来到的 他一定会来围困你 你要倚靠以色列的圣者 你要倚靠以色列的圣者 非势力非才能 听不到 非势力非才能 不要倚靠世上的权势 不要倚靠世上的权势 我们落下一张 我们看下一张 因为今天的经文只有六节 很短 所以我们可以花多些时间 因为今天的经文很短 只有六节 我们可以花多一点时间 713年 713年 萨尔根达佛他尔探 去到阿什特那一年 去到亚斯图的那一年 他尔探就攻打阿什特将成功取 他尔探就攻取了亚斯图将成功取 他尔探其实不是个人名 他尔探不是一个人名 是一个很高的官阶 而是一个很高的官阶 你可以说他是战地元帅 你可以说他是战地元帅 他就是统领亚述的军队 来攻打阿什特 他就是统领了亚述的军队 来攻打亚斯图 他尔探 他尔探 其实就是战地的元帅 其实是战地的元帅 他就将阿什特来攻取 他就攻取了亚斯图 我们来下一张 我们看下一张 其实打这场仗 有两条路可以走的 其实打这场仗 有两条路可以走的 一条叫King's Highway 一个是King's Highway 军王的高速公路 军王的高速大道 军王的高速大道 另一条叫沿海大道 另一条叫沿海大道 沿海大道是一路打到埃及 沿海大道一路可以打下去到埃及 亚斯基伦就在这里 军王的大道 军王的大道 沿海的大道 其实今天讲的就是沿海的大道 今天讲的就是沿海的大道 就讲到沿海的大道 就讲到沿海的城市 他们去仰望埃及 他们去仰望埃及 神说你不要仰望它 我们看下一条 那为什么会讲到沿海的大道呢 为什么会讲到沿海大道呢 为什么特别强调是攻取亚斯图呢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攻取亚斯图呢 亚斯图在这里 这些叫沿海大的居民 其实就是菲力士地 其实就是菲力士地 在南边的就是亚斯基伦 在南边就是加沙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加沙地带 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加沙地带 就是古代的菲力士人所住之地 就是古代的菲力士人所住的地方 上面就是以甲轮 那为什么他们要走这条沿海的通道 来打耶路撒冷呢 为什么他们要走沿海的大道 来打耶路撒冷呢 因为用这个王的大道 因为用这个王的大道呢 其实沿着这个死海 其实沿着死海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低的水平线 而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线 我不记得死海水平线以下多少里 我不记得这个死海是低度 这个它是地平线以下多少度了 所以要由死海的旁边 所以从这个死海旁边 比如从这个耶利哥上耶路撒冷 比如说是耶利哥上耶路撒冷 是非常之陡斜的 是非常的陡峭的 或者是个人这样来到做生意的往来 有人会这样走 如果个人他做这个生意往来 可能会这么走 但是你要发动军队呢 但是如果要发动军队 说的是几十万 或者是数百万的军队呢 我说的是几十万或者数百万的军队呢 这条耶利哥上耶路撒冷的路呢 行不通的 这条耶利哥上耶路撒冷的路呢 就行不通了 所以通常都会走这个沿海大道 所以通常都会走这个央海大道 为什么会是亚实特呢 为什么是亚实特呢 因为面对亚实特的威胁 亚实特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沿海的城市 亚实特呢 当时是这个沿海最有影响力的城市 也都包括耶路撒冷 也包括了耶路撒冷 他在山上 他在山上 他们是联盟来对抗亚实的 他们是联盟来对抗亚实 但是当亚实的军队 叫做西鱼破竹来到呢 当亚实特的军队 其实这个联盟很快就解体了 其实这个联盟很快就解体了 包括耶路撒冷都不再参与这个联盟 包括耶路撒冷他也不再参与这个联盟 但是当亚实特被攻取的时候 但是当亚实特被攻取了 神就叫以赛亚尼要发放一个信息 神就叫以赛亚尼要发放一个信息 就是这些沿海的居民 就是这些沿海的居民 他们来仰望古实埃及的来帮助 他们来仰望古实埃及来帮助 其实是错误的期待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 是不会有结果的 一个错误的期望是不会有结果的 在耶路撒冷的希希加王 你要全心来仰望神 我们来下一张 我们看下一张 沿着这条沿海大道 沿着这条沿海大道 初初是提格拉比列萨 带着亚实军队下来的 其实刚开始是皮格拉比列萨 皮格拉比萨 其实亚实是攻击过很多次的 其实亚实是攻击了好几次 提格拉比列萨 提格拉比列萨 然后就到撒尔根 然后到撒尔根 然后就到西乃基纳 然后到西乃基里 都是沿着这条红色的海旁大道 都是沿着这条红色的沿海大道 要下去打埃及 在中间来平定这些菲力士人 在中间来平定这些菲力士人 也派军队上去 来围攻耶路撒冷 也派军队上去围攻耶路撒冷 我们再看下一张 我们再看下一张 在希西加作王之后 其实他做了很多东西 希西加作王之后 其实他做了很多的事 他除了外交政策 除了这些外交政策 他也做了很多防御公事 他也做了很多的防御公事 之前我们提过 亚树的军队是几次来攻取菲力士的城镇 亚树几次他的军队来攻取菲力士的城镇 所以在亚树 下回下一张 在亚树让菲力士可以透气的时候 亚树可以让菲力士吐气的时候 耶路撒冷上面的希西加 他就下来攻取菲力士的平镇 这个希西加就下来攻取菲力士的城镇 以至他可以将他的防御的城市 向海旁来推展 可以让他的防御这些工程 能够向海边来推展 最低限度要得到这些城市 最低限度他要得到这些城市 然后才可以威胁到耶路撒冷 而希西加还做了些什么呢 他开通了这个希西加水道 他开通了希西加水道 就令到被围困的时候 那些水不自缺乏 就利用到被军队围困的时候 这个水源不知匮乏 还有加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的防卫 加强了耶路撒冷城墙的防卫 其实我们看到希西加都是严阵以待的 我们就见到希西加其实是严阵以待 他是生在一个打仗的年代 他是生长于一个打仗的年代 这个亚树帝国的扩张是没有停止过的 他做了最好的准备 他和埃及来到结盟 他和埃及结盟 他收复菲利士一带的地方 他收复了菲利士一带的地方 他强化耶路撒冷的防御 他强化了耶路撒冷的防御 他也开通了一条新的水道 在战争里面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以至在战争里面他们可以坚持下去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回来看经文 我给一个题目叫 蒙羞的错误仰赖 我给他的题目是 蒙羞的错误仰赖 当我们错误去投资 去仰赖别人的帮助的时候 当你错误的去投资 或者是仰赖别人的帮助的时候 不单止你所仰赖的蒙羞 不单是你所仰赖的会要蒙羞 你这样仰赖他 你自己都是蒙羞的 你这样子的去仰赖他 你也会蒙羞 好 第二节是第一段 第二节是第一大段 就讲到历史处境 就讲到历史处境 以及以赛亚的先知行动 还有以赛亚的先知行动 就讲到亚述的塔尔探 他攻取了阿什特 这个地方就讲到亚述王 他的塔尔探攻到了亚斯图了 章城就攻取了 就将城攻取了 这是一个历史背景的描述 这是一个历史背景的描述 当时神就晓于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 你脱下你的衣服 你把衣服脱了 脱下你脚上的鞋 也脱下你脚上的鞋 经文就讲得很简单 好像一点挣扎都没有 经文就讲到以赛亚就这样做 经文就讲到以赛亚就这么做了 路身赤脚 行走 行走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 是一个非常迷身的体验 是一个很贴身的体验 当以赛亚这样做的时候 当以赛亚这么做的时候 不是做一个月三个月 不是一个月三个月 是做了三年 以至耶路撒冷城的人 所有都看到了 以至于所有耶路撒冷城的人 都看见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今日以赛亚是不是傻了呢 是不是以赛亚发疯了呢 他为什么在街上不穿衣服这样走呢 为什么在街上不穿衣服走呢 首先他也说他脱了脚上的鞋 也讲到他脱了脚上的鞋 其实当被弩的时候 就是当被弩的时候 走到一条被弩的路上 你走在那个被弩的路上 你知道被弩的人的衣着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那些被弩的人 他们的衣着是如何的呢 是没有衣着的 是没有衣服穿的 是全身赤裸的 是全身赤裸的 比如说由耶路撒冷 带到亚术这样去 比如说是从耶路撒冷带到亚书那种地方 不单是没有衣服穿 是没有鞋穿的 没有鞋穿 就是说整个的旅程呢 其实是赤脚来到行走 其实整个路程呢 你都是要赤脚来行走 是非常之艰难的 是非常艰难的 其实很多人在路上就已经过身了 其实很多人在路上 他就已经死去了 去到亚术呢 去到了亚树呢 其实很多人都 脚都脖了 可能他脚都拐了 瘸了 为什么后面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呢 为什么后面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呢 叫核眼的得汉见 叫瞎眼的得看见 因为很多人在秘鲁的过程 眼睛是被挖出来的 有很多人在秘鲁的过程当中 他眼睛都被挖出来了 包括这个膝底家王就是这样 就好像那个膝底家王就是这样 为什么瘸腿的能够走路呢 为什么瘸腿的可以走路呢 因为走这条秘鲁的路 本身就已经令到脚瘸腿了 因为走这条秘鲁的道路的时候 都会令到你的脚瘸腿了 但是神会猜派一个仆人来 反转这一切令人伤痛的经验 来翻转这一切令人伤痛的经历 第一第二节 就是一个散文的技术 就是一个散文的技术 在这样的情景下 是一个在这样的情景下 以赛亚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以赛亚做了这样的事情 不单是所有人都看到 不单是所有人看见 他自己都越来越深刻体会到 那种的凄凉 那种的羞恥 那种的伤痛 这个以赛亚本身 他也越来越深地来体验 这样的一个羞恥 跟一个伤痛 在第三节至第六节 三到六节 耶和华就解释这个行动 耶和华就来解释这个行动 其实焦点就是 人的错误仰望 焦点就在于人错误的仰望 脱下这些衣服 就把衣服都脱光了 就是要将他们错误的期望 来脱下来 就是要把他们错误的那个期望 全部都给拨下来 亚述跟埃及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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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行走了三年 以赛亚行走了三年 只是发放一个信息 他只发放一个信息 是不可靠的 是不可靠的 希西家王 希西家王 你做了很多事 你做了很多事 不要靠人的力量 不要依靠势力 不要靠势力 不要相信你自己的防御公事 当亚述军队来到的时候 当亚述军队来到 他要掳走古实人 他要掳走古实人 他要掳走埃及人 掳走埃及人 全部都是赤身露体地走 全部都是赤身露体地走 全部都是没有鞋脚地走 全部都是赤脚地离开 当以赛亚这样发放信息的时候 当以赛亚这样子发放信息的时候 他是亲身体会 他是亲身体会 他完全明白 这个行动背后的意思 他完全明白 这个行动背后的意思 他也要让所有人 去明白这个意思 他也要让所有的人 明白这个意思 等着我们今天所夸的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所夸的是什么 我们仰望的是什么 我们仰望的是什么 这几天我的脚也有点痛 这几天我的脚也有点痛 我开始分到痛风 和一些不是痛风的痛 我现在开始可以分别 痛风跟不是痛风的那种痛 因为礼拜日 我做招待 站在路口 站得太久 因为我礼拜天的时候 我做招待 站在路口 站太久了 其实肌肉 随着年纪是越来越少 这个肌肉随着我的年龄 所以它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站着 就会有点冤的感觉 站一下 就开始有点酸 这几天都有这种酸的感觉 和痛风那种肿痛的感觉 是不同的 和痛风那种肿痛的感觉 但是我想回 我人生的历史 很多次这样的经历 但是我想到 我人生里面 很多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因为脚痛 我就告诉神 我不去港道了 有一次因为脚痛 我就跟神说 我不去讲道了 那次是去一个学生的教会 其实那次是去一个学生的教会 我不去讲 就他讲了 我不讲 就他讲了 那我就有想过打电话给他 我又想过要打电话给他 然后礼拜日讲完 礼拜一我就要去国内来到大圣经 去宣教 礼拜天讲不到 我就要礼拜一 我就要去国内去讲圣经去宣教 但我又告诉神听我不去了 但我又跟神说我不去了 除非你医好我的脚 除非你医好我的脚 好像没有什么期望的 好像是没有什么期望 不过我就是在那边发脾气 对了 发脾气 发脾气 我听到神跟我说 他说何杰 如果我要医你的脚呢 他说何杰 如果我要医你的脚呢 我是不需要跟你交易 不需要跟你交换的 其实我是不需要跟你交换条件的 如果我要医好你的脚呢 如果我要医好你的脚呢 我也都不需要 用你的侍奉 来和我交换的 也不需要用你的侍奉 来和我交换 其实我已经 搭在床上 不想动的了 其实我躺在床上 我是不是想动 我听见神这样跟我说 我立刻起床 我听到神这么跟我说 立刻起床 立刻下去追巴士 马上去赶巴士了 那巴士已经 快要上了人 我就冲过去 其实那个人已经上了车了 要关门了 我就冲过去 坐下了下来 我坐下来 我定定神 我怎么可以跑来追巴士 我怎么可以跑来追巴士 我今早就脚不是很痛吗 神是以色列的圣者 神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不活在我们的框架里面 他不会在我们的框架里面 他也不需要跟我们交易 他也不需要跟我们交易 原来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 神都知道 就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 他都知道 神可以显露我们里面 真正的人 在一个真正的状态 神可以显露我们里面 这个真正的人 真正的状态 有一次我要去美国 有一次我要去美国 那也是脚痛 也是脚痛 那次肿了 而且那次肿了 我就打电话 跟一个教会说 我就打电话 跟一个教会说 我不来你们的退休会 我不来参加你们的通修会 因为两天之后 我要去美国 因为两天之后 我要去美国 我要好地休养 我需要好好地休息 跟着我就可以去了 然后跟着我就可以去美国 但是那个牧者是勉强我一定要去 但是那个牧者就勉强我一定要去 叫教会开车来 在沙田送我去神教会神学院 结果他就教会就请人来沙田 开车来 然后带我去神教会 在浸信会神学院 在西沙那边 在西沙那边 他们又请了一位医生来 在伊丽莎白医院 就是做这些脚科手术的医生 是伊丽莎白医院里面 做脚科手术医生 就在这个退休的营地 那里跟我来做治疗 就在这个退休营地里面 那我就说了两天的退休 然后我就去了退休 两天的退休 我就去了两天的退休 然后我就坐飞机 然后再坐飞机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神的医治是不是很奇妙 神的医治是不是很奇妙 就是我们不要用自己既定的想法 我们不要用自己既定的想法 认为神可以怎么做 或者不可以怎么做 认为神可以怎么做 不可以怎么做 认为我可以靠什么 我不需要靠什么 认为我可以靠什么 或者我不需要靠什么 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列的名单 有些我们觉得需要做的事情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列 通常神是排到最深备的 通常把神排到最后 我们都是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 但神今天跟我们说 不要倚靠爱情 不要倚靠古神 你要倚靠以色列的圣者 他和你的想法是不同的 他和你的想法不同的 你怎么想事 其实他知道的 你怎么想事情 他知道 我们今天坐在神的面前 我们今天坐在神的面前 神要显露我们的心意 以色列的立刻就知道 我是嘴唇不洁的 以色列即刻知道 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但神也没有让以色列停留在那里 神就叫撒拉伯去沾以色列的嘴唇 然后说 你仍然是我可使用的仆人 你要为我来宣讲 在经文的第六节最后一节 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 看下我们素上所仰望的 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 逃往求救的 不过如此 埃及不过如此 埃及不过如此 古实不过如此 古时不过如此 我们怎能逃脱呢 我相信神叫以色列这样做 其实是在预备希西家王 十年之后 马述的军队就会来到 你现在所做一切防御的公事 我都看到 但是你要依靠以色列的圣者 但是你要依靠以色列的圣者 你要依靠你的神 要依靠你的神 不要依靠自己 不要依靠自己 不要依靠能力 不要依靠能力 不要依靠你素上 关上因为可以帮到你的 你不要去依靠素上 你认为可以帮到你的 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来敬拜神 哈利路亚 邀请大兄姊妹 我们一同站立 来去敬拜我们的神 神在这个清神的里面 我们要去宣告你的名 神你的名就是耶和华 神你是创造我们的主 你的名就是耶和华 你是我们所依靠的 你是我们的灵里面所依靠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是耶和华 你是耶和华 你是耶和华 創造的主宰 你是耶和华 绝能的上帝 你撕裂成神 拥在的天赋 你是耶和华 是帮助我的神 你是耶和华 創造的主宰 你是耶和华 绝能的上帝 你是耶和华 你撕裂成神 用才的天赋 帮助我的神 是帮助我的神 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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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耶和华 創造的主宰 你是耶和华 是帮助我的神 你是耶和华 創造的主宰 你撕裂成神 你是耶和华 你撕裂成神 用才的天赋 你是耶和华 是帮助我的神 你是耶和华 是帮助我的神 你撕裂成神 你是耶和华 全能的上帝 你撕裂成神 用才的天赋 你是耶和华 是帮助我的生 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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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耶和华 却能得上你 一世耶和华 是帮助我的生 唱哈利 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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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耶和华 全能的上帝 你是耶和华 谁也是我的上帝 你是耶和华 从头地主宰 你是耶和华 全能的上帝 以色列神山 勇赛的天赋 你是耶和华 是伴出我的上帝 唱Hallelujah 你是耶和华 全能的上帝 你是耶和华 从头地主宰 唱Hallelujah 唱Hallelujah 你是耶和华 全能的上帝 你是耶和华 从头地主宰 唱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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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耶和华 全能的上帝 你是耶和华 是伴出我的上帝 唱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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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耶和华 は华 全能的上帝 我想员主宰 唱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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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sanHallelujah CDs 你也是耶和华 你是连出我们的神 你是医治我们的神 你是保守我们的神 你是在乎我们的神 神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在乎我们的心 你在乎我们的心 你在乎我们的心 有没有捉错 捉错 捉错龙神 你在乎我们的心 有没有捉错一些不可靠 却仍然是以为可靠的事 你在乎我们的心 有没有单单的去到你的面前 有何神将你 有何神将你 在乎我们每一个的心 所以主我们今天要为着你 在乎我们的心 去到清重你 去到感谢你 唯有你 是在乎我们的神 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不止去到清重你 感谢你 同样我们亦都收到 透过以赛才知道 去到说 埃及阿术是不可靠的 我的心 今天我没有捉住一些不可靠的事 但是我却是以为可靠 我的心 今天我们有没有捉住这些错误 甚至我们已经扭曲的心态 但是自己不知道呢 可否这一刻 第一姐妹我们给圣灵 有一些安静的时间 对我们的心去到引导 对我们的心去到干照与说话 今天是反转的时间 是我们的心要跟着神的时间 所以圣灵我们欢迎你 对我们的心说话 真是耶稣说你是我们的大军王 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阳望你 神啊多谢你今天藉着以赛亚书 来到再一次提醒我们 神啊我今天所靠的是哪个的力量 神啊我的安全感 我是放在哪一个的地方 主要你再一次来到光照我 主要我求你去到宽恕 神啊我真是来到倚靠人的力量 神啊很多时候我以为 哪一个的权兵来到遮盖我 来到保护我 升过耶和华神你自己 神啊我来到倚靠人的力量 有时我们都是倚靠 甚至可能倚靠我们的公司的老板 依靠我们的权兵 神啊这个呢是那种的依靠呢 是已经是过于依靠耶和华神你 神啊以为祂就是来到最终保护自己的 来到最终来到看顾自己的 大神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我们求你来到将我们的心来到扭转 神啊不是靠人 不是靠谁 而是我们是单单来到靠耶和华神 你来到带领我们生命的前路 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 胜过世界 胜过一切的在上位 主耶稣我们求你亲自来到呢 再将我们的心来到呢 去扭转 将一个错误的观念来到扭转 以靠你 神啊我们多谢你 主耶稣 欺世家怎样去依靠沿海的城市 去怎样去兴建在世界水道 为战争去预备 耶稣我们一样 透过外交 透过想一下 认识什么人 认识什么朋友 让自己能得到保护 为自己积蓄金钱 预备不时之需 耶稣金钱是我们所依靠 外交是我们所依靠 人制的脉落是我们所依靠 而且是我们一直所仰望 耶稣求你来帮我们 今天当我们来亲近你 甚至我们连自己依靠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你认识我们 你认识我们 你来今天显露我们的生命 你今天带领我们的生命 闯开在你面前 圣灵你知道我们的心 你明白我们心里面 每一个的挣扎 当我们捉错了事情的时候 捉错了我们所依靠的时候 我们的心常常都是无力的 甚至当我们捉错了这些错误以靠的时候 我们让自己蒙羞 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愤怒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愤怒 会转移到神的身上 我们没有想到问题的根源是我们自己 是我的心态流曲 是我的心流曲中 今天 多谢你 在安静的里面 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的心对准你 让我们跟你说 主啊 今天我们要离弃我们的错误 离弃我们错误的依赖 离弃我们的心 一切得罪你的心 主我们的心 要成为一个回转的心 我们的心 要成为一个 单单跟着神你的心 我的心 要成为一个 阳望神的心 主啊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回转归向你 大兄姊妹 我邀请大家 一起与我做这个认罪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爸爸 亲爱的天父爸爸 我必须承认我靠外间的势力 我必须承认我靠外间的势力 我会靠权柄 靠人际关系 我会靠权柄 靠人际关系 靠我自己的能力 靠我自己的能力 靠金钱 靠金钱 我一直都有很多既定的想法 我一直都有很多既定的想法 当你不照着我这个想法做的时候 我就发脾气 当你不照着我的想法做的时候 我就发脾气 我亦都会轻视了你给我的各样权柄 要我做的事 我亦都轻视了你给我的权柄各样 要我做的事 我不懂得什么是信服 我不懂得什么是信服 我亦都是很多时候 以自己的意见 作为最后的依规 我很多时候都将自己的意见 作为最后的依规 求你遥恕我 求你遥恕我 我是叛逆的 我是不信的 我是不信的 我立志 我要离开这一切干犯你的罪 我要离开这一切干犯你的罪 我知道你的心意对我是好的 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是好的 我要紧紧的跟随你 我要紧紧的跟随你 求你赐你圣灵加我能力 求你赐我圣灵加我能力 让我去顺服 去跟随你的心意 让我顺服 去跟随你的心意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 你的祝福无分差度 靠地能力 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过所有成就 如同受众伤伤伤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一切江湘都不能够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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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于你 我的愿种 我的不弱 我的意圣灵 我的爱 耶稣基督 你是我的依靠 耶稣基督啊 你是我的永远 是我永远 我的愿重 我的安望 是你我重 这部爸爸多谢赞美你 透过以财亚 祂真是顺服地跟随你 甚至于愿意赤身脑体 赤脚地行走了三年 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不能错于倚靠世人 大神啊 我们有当中 无论是作神你的仆人 心里面愿意服侍你的 我们的神学生 我们的童工 甚至于心里面 想服侍神的人 我们有没有这种 不愿意去准备 毫不保留的心 主啊 今天 这个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心里 有很多的保留 弟兄姊妹 现在有一刻 让我们告诉神 我们真的要去服侍神的时候 什么仍然是我们捉住的 我们很需要 今天被提醒的时候 要将这种 我仍然保留 我仍然担心 没有一个恐惧 经济的恐惧 或者我们未然前路 我们会无面 因为我要做某一些 工作是很艰辛的 会不会怕被人笑 这些怕一直为自己保留 金钱 子女 关系 我们不愿意去 叫人来信耶稣 会不会 也因为我们自己里面 有很多保留 怕人家怎么看我们 连承认自己做基督徒 我都很有保留 但兄姊妹 我相信神这一刻 我会透过圣灵 向你的心说 我们祝神保留些什么 你就去神说 神啊我软弱 但我愿意教出来 我这个 仍然觉得有 保留的地方 我要打开 你圣灵帮我 你就是这样 用你自己听到的声音 向天父爸爸说 我愿意开放 让你在里面作供 祝你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你不单止说 我们不再依靠这个世界的方法 我们不再依靠任何的权势 我们来依靠你 神啊你更加闯开我们的生命 同神你讲 神啊你来帮助我们 神我们愿意去服侍你 我们愿意走在你 被我们的路上高 我们也都愿意成为你的器皿 你怎样去使用以赛呀 向列邦去说话 向以色列 向尤大 向埃及 向阿术 向古实去说话 神我们都同样愿意成为你的器皿 向列邦 向我们周围的人发放神里的信息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 让我们能够紧紧的倚靠你 紧紧的仰望你 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倚靠 同样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 不单止为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要为到列邦来祷告 我们求神去帮助列邦 他们不是要联盟 他们不是要结盟 他们要单单仰望 唯一的真神 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举手为列邦去祷告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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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玩过温暖 愿你夜天难将 夜天难将 是不信任我 不断伤你 愿你夜天难将 夜天难将 将你真意 将你玩过温暖 愿你夜天难将 夜天难将 是不信任我 不断燃烧 修复兴我难 来到领受祝福 愿意塞亚的恩高临到你 愿你成为一个 咀唇清洁的人 经历火炭的触摸 你的咀唇成为一个 能够传福音的咀唇 愿圣灵 继续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我们里面 很多东西都硬了太 好像一个不能够扭转的轮盘 很多我们所知的 我们都扭转不了自己的方向 但我求圣灵的恩高 在你的身上 好像DW40那样 令那些生瘦的地方都润滑 这个轮盘是可以随意的让圣灵带着来转 或向左或向右 走在神的道路当中 愿神与你来同在 祝福你 我求神将轻散的灵带给你 全心的来到投靠神 只有祂是圣者 愿这个经历在你的心里面不断更新 你每天都有新的体见 你每天都有新的经验 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不再走过过我们所熟悉的路 就在一条新的路上面 神要与你同在 祂要这样来带领你 奉主的名祝福你 Amen Amen